准备好过长周末了吗 每年国商节长周末 总是幸运许多民众 利用长长的假期可以出城游玩 根据统计 南加州地区的出游人数连续6年增加 在不同的出游方式中 南加地区今年选择搭机出游的人数高达30万 洛杉矶国际机场提醒民众 联邦运输安全署正在机场内 试验电子产品的新安检措施 加上此前航班航煞的大吊动 都有可能导致乘客登机时间变长 因此鼓励乘客要提前抵达机场 做好准备 全美选择在国商日长周末出游的人数 已经连续三年增长 南加地区也有相同的趋势 根据南加汽车俱乐部的估计 南加地区将有303万民众 在今年的国商日长周末 到50英里以外的地方出游 而在整个加州 出游人数将达到489万 因此本周末 无论是哪一种公共交通工具 都将迎来比去年更多的客流 南加地区预计有30万民众 将乘坐飞机出行 相比去年增长了6.2% 其中洛杉矶国际机场 在国商日长周末的来往旅客数量 预计将达到89万5千人 相比去年增长5.2% 并将在周五和周一迎来客流高峰 机场方面提醒旅客 洛杉矶国际机场 此前刚刚进行过 大规模的航班航下大吊动 另外联邦运输安全署 在包括LAX在内的10个机场内 试验对电子产品进行更严格的安检 因此乘客办理登机手续 和进行安检的时间可能变长 乘客需要提前做好应对计划 不过自行驾车出游 仍然是民众在国商日长周末 出游的交通首选 据预计 南加地区84%的民众 都会选择驾车前往目的地 但是许多华人民众 在国商日常周末 却并没有旅行计划 旅行成本和家庭安排 是主要的考虑因素 另外 南加汽车俱乐部预计 今年国商日常周末 还有19万7千名南加民众 将乘坐巴士 邮轮等 其他交通工具出游 相比去年增长4.9% 洛杉矶带晚间新闻 宋小云夜宇 阿罕布拉市采访报道